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吉 没有人认为他只是前国务卿 他是外交战略的最聪明的专家 而且他不断不断地学习 他之前写了大外交 后来到他看到了在苏联时期 冷干阶段的时候 中苏之间的矛盾 他马上提出一个不同的外交观点 不同的外交战略 到现在他100岁了 他还在学习AI人工智慧 准备出版一本书籍 谈到人工智慧与人类的未来 提到的最忧心的 就是人工智慧结合了国防武器 即将很可能打破冷战时期的 核武恐怖军横 而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还谈到了国际秩序里头 几乎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非常危险的时刻 在这一次接受《基金学人》杂志 长达8个小时的访问之前 他也接受了美国著名的主持人 Tekupo的访问 脑筋非常清楚 还把Tekupo宣了一小顿 然后之后呢 他也跟智库对谈 也在美国著名的纽约俱乐部里头 迎来了他100岁生日 5月27号 他说他很担心 全世界这样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5到10年 你有机会可以避免 而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人世了 作为一位被称为 20世纪最聪明的外交专家 他现在这个时刻提出起的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美中之间的冲突的本质 这是外界永远不愿意认清 也不愿意说清楚的 美国对中国的最大的一句 并不是意识形态 或是任何Biden所说的自由主义的 或是民主政治 他认为这个是包装 真正的美国对中国的 就是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 而他要打压中国 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讲是不可接受 中国觉得你美国处处在打压我 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说这句实话 因为事实上过去日本崛起的时候 美国也打压 那日本不是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美国不允许第二霸权的崛起 尤其是中国这种体制的崛起 对他来说是太脸上无光的事情 可是对中国来说 这变成是不可退让的事 因此他说他看不到美中之间冲突 有缓和的可能性 但是他也回头批评了美国媒体 不断的在创造各种美国人的危机感 比如说用治安时刻 美国是最糟糕的情况 中国多怎么样 然后美国如何如何如何 欠去美国哪是哪些东西 他认为这些所有的报道里头 有些是真的 更多的是没有节制 以及没有平衡的报道 他反而创造了美国人 更高的危机感 跟更高的沮丧 而使美国今天的问题 跟美中之间的冲突 包括美国内部的问题 他觉得都是所有的这些媒体 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一个责任 他也批评到美国的媒体 本身在讨论许多的议题里头 它导致了很多美国人民 对议题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认识清楚 他谈到自己在当国务卿的时刻 他也被很多人批评 可是那些美国媒体对他的批评 他说那是他们分内的工作 所以他觉得他可以理解 他说现在美国的媒体 根本就失去了他的平衡 尤其失去了他自我的节制 太多的商业化或其他的一个考量 然后他谈到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关于台湾问题 他和毛泽东之间 他说当时他和毛泽东见面 在很多议题里头 毛泽东说我是哲学家 其他的事情就要继续你跟周恩来去谈 只有关于台湾问题 是毛泽东直接定调的 他说这是中国不可退让的 但是我可以把台湾问题搁置100年 他说这个是属于毛泽东 自己亲自定调的 可是现在不到50年 美中之间的冲突 已经使台湾现在变成一个危险的情况 不过50年就已经变成了危险 本来中国决定要搁置100年的事情 现在却成为一个危险 而他认为成为一个危险 不只是中国的责任 更是美国自己 没有把相关的地缘政治处理好 也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不允许中国崛起 所以台湾在这个里头就陷入了危险 这不是中国当时原来所既定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是基辛吉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 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其实非常掌握得很深 像比如说我知道这次习近平第三人上来 或是去年的时候当他的党代表大会 一召开的时刻 他可以去请教 比他年纪可能整整小了40岁的人 这是中国问题的专家 他手上有所有中国重要的政治领导人 这次上来的政治局常委 这些人的所有的背景 他立刻的就是要跟他打电话 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不断地在学习 而且不断地请教他的后辈 因为他不可能了解这些中国新的领导人 他们新的背景 他会去请教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头 一直在累积相关资讯的专家 这是基辛吉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他100岁的时候 也把经济学人杂志的内容 还有他最近一些谈话 整理成一篇让大家来了解 一个有相当先知角度 而且他可能即将离开我们 他告诉我们 你还可以活10年 5年的人 他不一定是我 告诉你们 各位观众朋友 或者是你的小孩 你们的未来是什么 而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他整体的看法 谢谢 1972年 在刻意孤立中国共产政权 长达20年之后 美国的尼克森总统跨出历史性一步 主动脱兵出访中国 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面 两人谈话当中 毛泽东对尼克森所提出的许多议题 都以自己不经手行政细节 莫非待过 只有在谈起台湾时 毛泽东一番先前含糊的态度 清楚对尼克森表示 那里就是一群反革命人士 中国总有一天拿回来 但目前美国当局不急 就算等个一百年也不成问题 第一段对话过去喊为人知 直到前美国国务卿几星期 日前接受英国经济学人 一场专访当中 才完整对外揭露 When President Nixon began to move together with Chairman Mao towards progress in the 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hip there had been 162 negotiations about Taiwan in Warsaw which ended very quickly on each occasion because each side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s that the other side would not accept 在经济学人的访谈中 激辛就表示 美中之间在他与尼克森 共同打下两国共存的基础之后 度过了50年和平岁月 却在上一届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因为急于擦亮他个人抗中的品牌形象 打破原本两边心照不宣 相互尊重的默契 因而在当年毛泽东所提的百年期限 只过了一半的今日 台海问题就被拱上了中美谈判桌 从不急着解决的问题 变成了无法搁置不理的燃眉之急 激辛及分析 美中关系在拜登取代川普 入主白宫的这两年 虽然官方说法从右派转为左派 然而两兆的敌对态势却实质未变 一方面国际情势和经济产业链的现实 让华府无法轻言放弃台湾 另一方面北京则是受困于统一大业 这一座十字架 把历届中共领导人压得越来越无 转换余地 台海问题因而逐渐打上死结 让中美同步倒退 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准战争格局 吊诡的是在近期期看来 正因为双方领导人都被迫认真思考 美中大战的毁灭性结局 地战反而成了现在 双方唯一仅存的共同第一 看似战争导火线的台湾 有机会因此主要变色 倒过来成为美中重启对话的切入点 他建议华府和北京 透过非官方管道派遣顾问 密集对话 在不改变台面说辞和台海政策的情况之下 找出不打仗 又能避免碰触对方政治与军事敏感神经的互信开端 When the two technologically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with capacit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uclear destructiveness are engaged in a confrontation in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活过一世纪 基辛吉堪称是当今地表资历最长 经验最多 个人涉入也最深的国际事务第一把交椅 外交齐劳 外交政策期刊曾经在2015年做过一次民调 发现直至今日 基辛吉仍旧是美国人公认过去半世纪理箭数最多的华府外交官 事实上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每一个区块每一项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 基辛吉折冲斡旋或插手干预所留下的痕迹 他是传说外交的创始者在中东奔走 书罪日交战双方签下停火协议 约战期间他被认为是主战派 但休战的巴黎和平协约却也是由基辛吉所主谈撮合 最重要的是对于亚洲国家而言 美中的建交和冷战的抵挡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让人很难对于基辛吉的功过做出占一的褒贬论端 如果您有一个帮助者在这里 召唤电话和召唤北京 说Dr. Kissinger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President Xi 他会接受你的电话吗 有很可能他会接受我的电话 对于俄罗斯总统 书罗特米尔普特 可能是 如果一个总统来到你 然后说 Henry would you fly to Moscow and talk to Putin I would be inclined to do it Yes But I would be an advisor not an active person I wasn't thinking about reinstating you as Secretary of State Of course you'd be an advisor Yes Absolutely 然而不能否认的事实是 基辛吉的影响力 直到他离开华府第一线46年后的今天依然丝毫不检 从莫斯科到中国到欧美 每当事局爆发重大危机或是地缘政治难题 各国当局和主流媒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问问基辛吉 作为现实主义和军事理论的倡议者 基辛吉认为华府政治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泛道德化太爱唱高调 在他看来人权与价值观 虽重要却不宜放在任何一套外交政策的中心为之 当前苏丹内战就是美国道德外交失败的一个显力政 方谈当中 基辛吉长挂嘴边的世界观 其内涵所指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出错 背后必有其历史文化应由 从而导向行为动机 作为竞争对手 若要维护本国利益和市局稳定 使用必要也应该要从对方的喜悟和护忌中 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抗争处境和动物利益 过去的美中美苏关系如此 今日北京和华府衣服如此 在这位百岁外交操盘手的眼中 唯有看清现实 设定目标 找出方法务实面对 才有一丝机会 在两强相争的夹缝之间 避干戈 保和平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危机 美国人大多数的人都说 第一中国 美国班人也认为说第一中国 但是美国的科学家说 第一就是美国的缺水危机 美国最大的国安危机 是中国威胁 川普势力王者归来 还是今天过度集中在台湾 科学家说以上皆非 不论短期长期或是现在 美国最大的危机是缺水干旱 美国的母亲河 科罗拉多河 从台积电落脚的亚利桑那州 到大峡谷都面临缺水危机 如果有任何检测的角落 那些人最多人可以尴尬 它是大江湾 美国是名的 大江湾 大江湾 美國今年最危險的湯最最危險的湯 大河是說如果我們不照顧環境 在溫度上 水供應會更加困難 水質量會更加困難 社會在增長的地方 會有挑戰 在一個地方 讓人們生活在很嚴重的環境 這已經是連續至少七年 美國西部大多數地區 所經歷最乾旱的春天 經濟學人更直指 過去二十二年 是美國西南部一千兩百年來 最乾旱的一次 彭博社說 水資源短缺 正醞釀一場可能扼殺農業 助長致命野火 甚至損害電力生產的氣候災難 不只部分經濟活動 將被迫轉移到更潮濕的地區 西部大多數城市 也將面臨更嚴格的用水限制 紐約時報說 作為美國西南部七個州 及墨西哥鄰近地區 地區的供水大動脈 科羅拉多河過去仰賴一套 相當複雜 但順利運作數十年的法律 決定誰能從河川中取水 及取水的量 但伴隨著全球暖化日益嚴重 河川長期處於干涸狀態 這條四千萬人所仰賴的河川 以速度逼近臨界點 要不是2022年夏天 兩大水庫米德湖及鮑威爾湖 水位先後降至水利渦輪機 隨時可能停止運轉的時刻 總統拜登所領導的聯邦政府 再也無法坐視不管 如今也很難想像 可以催生出這份 延緩科羅拉多河干涸的突破性協議 聯邦政府願意支付12億美元 換取加州 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 未來三年減少13%的用水量 根據協議內容 血減的用水量 將由農民 部落及城市共同分擔 目前各州同意 先砍300萬英亩英尺的用水 約佔各州 科羅拉多分配水量的10% 倘若米德湖和鮑威爾湖的水位 再持續探底 協議還允許聯邦政府介入 進一步加碼再血減用水 就是擔心危及兩大主要水庫 所產生的電力 最終導致數百萬戶家庭企業 可能面臨斷電的窘境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停止 我們在處理與阿瑪格爾的 相關的情況 但這只是一個停止 在接下來幾年 以為我們要把時間 再加上更加重量的 減少水的方法 所有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因為近年的乾旱 人口增長及氣候變化 已注定会在美国西南 引起一场水电灾难 但看似曙光的协议 最多也只能持续到2026年底 届时不仅联邦政府 未必还能提供这么多的资金 各州也无法指望迎来更多的降雨 或降雪的冬天 事实上早在2021年 美国政府就已经将干旱 视为最大的国家安全风险之一 不只是异常的电力需求 已使德州电网不堪重负 一份来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战略未来小组的内部报告也点出 酷热的气候 严重的缺水 针对美国境内 一百多个军事基础设施造成威胁 虽然内政部率先在拜登提出的 基础设施法案中 编列8470万美元 协助西部36个社区 沿拟抗旱准备 但一份最新研究发现 自2015年以来 全媒大停电次数已暴增了一倍多 如果飓风 网路攻击或暴风雨 在热浪期间同时发生 最快今年夏天 美国包括西南部在内的三分之二土地 都可能会出现用电短缺 以凤凰城为例 80万人恐将因中暑或高温 引发相关疾病 被迫紧急送医 越来越多数据显示 伴随暖化加剧的热浪 正加速人类的死亡 与疾病的恶化 各国政府无不再投资建设 更强大的电网 以防范类似可怕的复合式风险 因为联合国警告 不止美国 在可预见的未来 地球会有20%到25%地区 都缺乏安全的水源供应 且当土地干燥时 太阳更不只会蒸发水 还会加热空气 让旱向更进一步恶化 当有人把气候变迁 看成俄罗斯轮盘 以为是下一代才要面对的问题 科学家提醒 仅存侥幸的投机者 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